大家好,我是小草 今天天气转阴了,气温也下降了 室外温度28度,较昨天相比,下降了6度 这个气温已不再适合空心菜生长 今天过来将空心菜挖掉,盛出地方好去待其他菜苗 空心菜喜欢在高温炎热的环境下生长 今夜生长适宜的温度为25-35度 温度越高,空心菜长得越好 气温下降,空心菜会开花,停止生长 空心菜好养货,可采用直播和千插栽培 前期如果我们苗不够,也没关系的 后期我们直接用空心菜的金杆去掉叶子 千插在土里,浇透水就可存活 想要多少苗都有嘛 空心菜耐烙不耐烦,也可水培 越是土壤湿润长得越好 空心菜的病虫害比较少 在温度不适宜的情况下 会有红蜘蛛和菜青虫光顾 空心菜的根系特别发达 吸收的养分也相对比较多 我们每次收割完一茶空心菜 就要赶紧施肥补充养分 空心菜是绿叶蔬菜 所以比较喜欢淡肥 我每次试的都是发酵好的鸡粉肥 对水浇惯的 空心菜一直都长得特别好 翠绿翠绿的 空心菜也是懒人蔬菜 不需要怎么打理 可重复收割 空心菜可是菜园的工程 收割完一茶又一茶 让整个夏天的餐桌丰富不爽呢 收割完将的整瓶一下 浇点水 明天准备一栽其他菜苗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啦